HELLO 大家好 我是台南微光的長工 今天要到了我們工商服務的時候 要來介紹 因為我最近有廠商拿了這一組框來給我看 我覺得這一組框真的可以好好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為什麼呢 我這樣子給大家下一個註解好了 它叫做配重很漂亮適合高度近視的近框 也可以說是平價版的三本規這個系列 但是我們還記不記得這個系列 也很感謝大家在經過上次我們影片分享之後 真的好多客人因為有這樣的需求來配合這款近框 這款近框就是當時我說它的配重是最完美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框面的輕量化設計整個是純態打造的 再加上它近角後面這邊用的是醋酸纖維 然後加上後面這邊多了一個配重的一個 它做這看起來很像是一個裝飾品 其實我覺得它的實際作用就是在配重 所以它的配重配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戴起來之後呢整個重量是在後面的 你的鼻梁上是比較沒有負擔的 那這組近框這組近框是韓國製造的 那整金屬的部分都是純態 而且電鍍的部分我覺得做的也相當的 這個電鍍雖然說它不是IP真空離子電鍍 它這個電鍍的色濾度我相信有 以我探框這樣子的一個經驗來講 我可以跟各位講它的這個電鍍的色濾度 有相當的水準 電鍍真的不錯 然後鼻電也是純態的 基本上質感方面我個人覺得真的是做的不錯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主體 先看一下它目前這個系列有出兩個框型 一個就是這種稍微偏遠一點的 比較文青復古的一個框型 再來呢稍微偏方一點點的 兩個框型 然後來 鏡片偏遠就現在很流行這種 就是說它邊緣這個做什麼樣的 修飾鏡片的厚度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三本規沒有的 雖然說這一款我們有真的 也有很多高度鏡式的客人配的 他們覺得配的舒適性真的是好 因為它的配重真的是漂亮 但是它在哪裡 它旁邊沒有加厚 所以呢美觀度稍差一點 它這邊有特別加厚 我這個高度鏡式做起來 它可以修飾掉一部分鏡片的厚度 讓你我們從側邊看的時候 你會比較感覺不出你的鏡片很厚 OK好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整體的結構 一樣因為高度 為了針對高度鏡式嘛 我們鏡片不能大 那鏡片如果你不大 是不是整體眼鏡的寬度就會不夠 所以其實我們看一下 這個鏡框的尺寸 它的只有48喔 是很小的喔 可是我們可以看它整體的這個寬度 基本上這個寬度是我可以 我都能戴啦 我們可以看跟三本櫃這個比較起來 它寬度還更寬了 有沒有 為什麼呢 它鏡片不大 可是它從旁邊這裡做了兩次的延伸過來 然後呢這裡用貝太太消保 所以它的鏡腳這個是很有彈性的 好佩戴的舒適性 它比較不會有夾頭的問題 可是到這裡來 這裡細到這裡延伸出來 後面是觸酸纖維 讓這邊整個包覆的穩定性更高 然後後面鏡腳最後加後 它雖然說沒有做到像三本櫃還加了一個配重 可是配重真的沒有叫三本櫃這隻這麼漂亮 可是基本上 以絕大部分的鏡框來講 它的配重已經算真的很漂亮了 所以如果說你的度數比較高 那你常常配了眼鏡之後 你戴上去之後發現什麼呢 整個重量都壓在鼻墊上 比較不舒服 那它就可以很有效的在這一方面做改善 而且整個鏡框鏡片做起來的厚薄度 今天如果你是譬如說八九百度 甚至說一千度 甚至到一千我相信做起來的美觀度都會相當好 而且穩定性也會相當夠 然後整隻鏡框純態打造 所以在前面這一段的重量非常的輕 那後面用比較重的觸酸纖維 把配重帶出來 讓它整體的配重變得非常漂亮 我們可以看 有沒有 它的配重真的很漂亮 所以如果說有這方面需求的朋友 這一款鏡框真的是值得您的 可以參考看看 而且價位又親民 它基本上 在影片上我就不太方便去講價格 我只能說不到三本規的三分之一 所以可以稍微思議有想一下 以一支存帶的鏡框 它的價格其實我們這樣講了 它的價格就跟市面上市售的平價存帶鏡框差不多 可是它的設計上的功能性 我覺得如果說您高度近視 或者說您的臉有點寬 你想要有一支太寬的 可是又不想要鏡片太大 或者是什麼呢 你的那個 常常帶了覺得鼻子很容易不舒服的 它的配重都可以幫你解決到這一部分 那再來 它雖然說它原廠搭配的這個鼻電是純鈦的 當然它這個是傳統結構索螺絲的 如果說你像我一樣皮膚很容易出油的 喜歡帶矽膠止滑的 甚至說你希望鼻子上完全沒有負擔的 我們都可以換成空氣鼻電 或者是換成矽膠止滑的鼻電 這個是可更換的 所以基本上來說 它可以滿足大部分人的一個需求 然後上下的高度 如果說您是有老化的 要配漸進多焦點它也完全沒有問題 跟大家介紹我最近發現的這一組近況 我覺得很適合高度近視的朋友 給大家做一下介紹 謝謝各位